作为江城光明中西医院妇科唯一,不,唯二的妇科医生,断浪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十分不满。 明明自己拥有不俗的独家医学知识,有才华,却无法施展,然而,君子翻身十年,不,过一会儿,过一会儿就好了。 且看我们的大帅哥如何在医学江湖上独揽风骚吧。 欢迎收听,妇科专家。 切记点击订阅,并且点赞,打开小铃铛。 第397集 林医生挣扎着,刚刚要站立起自己已经快要蹲麻痹了的身体。 突然,他看到床上的断浪猛地大幅度地扭动了自己的身子, 然后还没来得及看到什么呢,他的手就被人紧紧地抓住了。 这林医生想要大喊,却感到身子突然地一个前倾,整个人一下子就匍匐在床上, 紧接着脑袋一阵的轰鸣,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 用尽全力证断了自己身上的绳索,又措手不及地把这个姓林的医生给弄晕, 断浪一个纵身就从床上跳下去。 哎,什么动静啊,两个正在窗子边一边看夜色,一边吸烟的悠然自得的保镖, 似乎听到了什么异动。 他们双双地转身向着这里看过来, 可是刚刚转身就看见一个黑眼凑的一下, 窜到了自己跟前。 哎哟去,啥玩啊,是不是一大黑耗子窜过去了? 紧接着就是两道冷风是扑面而来。 两声闷响,两个被打中脑袋的保镖软塌塌地躺在了地上。 断浪没敢有片刻的拖延, 重新来到那个晕倒的灵医生的跟前, 迅速地退着他身上的白大褂。 灯火阑珊的书房里, 高盛天正在来回地躲着布, 外边的保镖已经剩得不多了, 大部分都随着自己的儿子去了林家别墅的后院。 高盛天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焦虑, 所以进到了自己的书房, 让自己焦虑的情绪得以缓解。 林家的势力按照道理说是和自己家里不相上下的, 一个政界,一个军界。 都是跺跺脚,脚下的这块地都要颤三颤的角色, 可是现在都处在了一个风险的边缘上。 那个女人手里的光盘, 记录的可是她在国际米国AK国际贸易公司洗钱的重要的证据资料。 高盛天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信誉和名望都让人欣赏被制的有名的国际大公司, 在两个月前竟然出现了泄密事件, 而拿到她的交易记录的人是一个叫做安娜的中美混血的女人。 事情发展到后来, 高盛天也终于知道了, 这个女人偷窃出的资料不仅仅牵扯自己, 还有在军界颇有声望的林家, 于是便出现了两家相争的局面。 这个光盘的用处太大了, 直接牵扯自己的地位荣辱, 当然对于林家也是, 所以两家都是志在必得。 哎呀, 但愿这一切顺利啊。 高盛天忍不住地祈祷了一句, 还有多少年都没有祈祷过了呀, 应该是从自己年轻时出入战场开始, 他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掌握在自己熟悉的。 只要自己坚持不倒下, 什么事情都会有转折的可能的。 圣天, 这个名字就是他不屈服的证明, 可现在他年纪大了, 已经没多少岁月和机会给他了, 所以他现在非常害怕, 自己这次万一倒下, 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重振雄风的机会。 就在这时, 紧闭的书房门突然轻轻地响了一下, 高盛天从沉思之中转回头,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端着一个托牌走进来。 谁让你进来的,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规矩吗? 高盛天顿吓了一声, 这个高益阳手下的医生, 简直太不懂规矩了, 没有自己的允许, 怎么敢轻易地来到自己的房间呢? 你听到没有, 给我出去! 高盛天冷声道, 可是轻声走进来的这个医生模样的人, 似乎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做, 而是回身把门紧紧地关上了, 摘下了自己脸上的那个遮住了大半张脸的口罩。 啊? 怎么是你? 高盛天的脸色一变? 是我? 高老先生, 不好意思啊, 吓到你了。 一身医生打扮的断浪, 淡定地站在了高盛天的书房里。 吓坏? 呵呵呵呵, 你这种小鬼头, 还不至于吓到我。 不愧是曾经酒精沙场的人, 只是一瞬之后, 高盛天就已经恢复到了常态了。 小伙子, 果然是有点本事啊, 怪不得高益阳在我面前, 曾说到你的时候, 夸奖你是个人才。 现在看来果然不假呀。 呦, 是吗? 呵呵呵, 真是多蒙你这对虎狼父子过奖了。 不过, 我可不会感激你们赏识我。 相反的, 我现在和你们可是有不解的疙瘩。 高盛天知道, 现在断浪是来找自己算账的, 所以对他的言语也并不在意, 只是他有一点想不明白, 他既然都被高益阳手下的医生注射过药物了, 而且也把光潭的藏匿地点也都说了, 为什么这会儿却是安然无恙, 完全是一副正常人的样子呢? 他现在应该是神志不清, 备受折磨才是啊。 难道, 这高盛天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耍白啊, 他慌忙地去拿放在桌上的电话, 可是被断浪抢先跑过来, 一探手, 首先把电话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你终于意识到有问题了。 高老先生, 我能说已经晚了吗? 说不定啊, 现在你的儿子高益阳, 正带着人和那个军界名家打得如火如荼呢。 段浪轻笑着, 看着自己面前这个已经不再淡定的高盛天。 原来那个药物是假的, 你没有被弄得心神错乱。 段浪一听摇头道, 呵呵呵呵, 不, 那个药物是真的, 也的的确确地注射到了我的身体上, 可是我没有让它运行在我的血液里, 而是把它逼在了我的胳膊上。 说着段浪举起了那只被灵医生注射过的胳膊, 果然在段浪手腕的上端, 竟然鼓起了一个大大的包, 颜色黑黑地, 看上去十分地令人恐怖。 我抽空只要把它轻轻地用尖利的东西这么一戳, 对我来说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段浪不无得意地说, 高盛天现在有些不相信自己看到的, 你, 你竟然有这样的本事? 小伙子, 看来是我看轻了你啊。 你看轻也好, 看重也罢, 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 我现在就是想来做我想做的。 说着段浪把手伸向了那个自己端进来的托盘, 你, 你想干什么? 这高盛天一阵紧张, 如果这个小子要是现在对自己动手的话, 他是绝对没有还手之力的, 只能任其宰割。 段浪终于看到他露出了害怕的样子, 畅快地笑起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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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来你也是怕死啊你啊, 放心, 我不会弄死你, 我还等着看着你接受法庭审判的那天呢, 今天, 现在, 我只是给你一点教训, 怎么说呢, 叫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说着段浪举起了拿着针管的手, 一步一步地向着高盛天走过来。 高盛天想要反抗, 奈何自己已经是没了牙的老虎, 空有那个想法, 却一点也不是段浪的对手, 被他强行地压制着, 把剩下的那半瓶断魂伞, 推进了他的身体之后, 段浪见笑着, 从他的书房里推了出去。 高益阳败了, 被林渝生的众多手下, 打了一个落花流水, 好不容易在他爸爸的两个高手的护卫下, 才勉强从那个守卫森严的林家逃了出来。 车子在疯狂地奔跑了一段时间之后, 看到的确脱险了, 那颗提着的心这才慢慢地放下来。 妈的, 他妈倒霉透了, 损兵折将不算, 那个重要的东西也没找到, 太他妈倒霉了。 这高益阳一边揉着自己, 被方才一个不小心被林渝生踢到的腿, 一边懊恼地骂到, 那个高手模样的人叹了口气道, 你说的这些还不是最值得担心的, 现在令我们担心的是, 我们在林家没有找到东西, 但是却让林家起了疑心, 白白把好不容易搞到的东西的藏匿地点, 让林家知道, 现在看来那件东西一定要落在林家手里了, 这才是最糟糕的。 听他这么一说, 几个人都不再言喻了。 看来我要回去好好地和爸爸筹划一下, 接下来的行动计划了。 高益阳有些无奈不甘地说, 可是当高益阳回到自家别墅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了一惊, 他看到父亲高盛天, 似乎是得了癫痫一样的, 正在宽大的客厅里挣扎, 身体抽搐, 嘴角发紫, 嘴里还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 剩下来执手的那六个保镖都哭丧着脸, 手足无措地看着高盛天这样手舞足蹈, 一会儿爬行, 一会儿打滚的, 一会儿又胡言乱语。 爸爸, 你这是怎么了? 高益阳第一次看到一贯威严的高盛天, 这样的狼狈失态, 吓得脸色大变, 冲上去紧紧地抱紧了高盛天。 怎么回事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 高益阳看着在自己怀里不断抽搐的父亲, 大声地质问那几个保镖, 保镖们也都好像不知道具体的缘由, 其中的一个保镖战战兢兢地说, 老板, 虽然我们不知道高先生这是怎么了, 但是有一个情况我们必须和你说。 有什么? 快说! 高益阳咬牙气齿地说道, 那个断浪, 他逃跑了? 什么? 这高益阳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逃跑? 不可能! 他不是被注射了断魂伞了吗? 怎么可能会逃跑的? 是, 我们也不愿意相信啊, 可是我在开门进去房间查看的时候, 我发现看守他的两个保镖被打晕了, 还有灵医生也被他打晕在床上。 被打晕? 逃跑? 高益阳争论了半天, 终于冲着一边的保镖吩咐了一句, 照顾好高盛天, 然后带着一帮人慌慌张张地赶到了关押断浪的房间。 房间里, 除了已经不见断浪的身影之外, 三个人都还昏迷不醒呢。 给我弄醒他们! 这高益阳嘶哑着喉咙大喊道, 众人急忙地过来, 掐人中的掐人中, 喷冷水的喷冷水, 折腾了好一阵, 三人才被从昏迷中弄醒过来。 老板, 老板, 都是我们无能, 都是我们没看好那个断浪, 让他跑了, 老板, 我们错了, 我们愿意接受处罚。 醒过来的三个人一看到高益阳那争獰着的脸, 他知道犯下了大错, 急忙地求饶。 高益阳现在哪里还有时间处罚他们呢? 他一把抓住, 那个一只手捂着脑袋的灵医生。 断浪不是被打了断魂伞了吗? 不是应该神经错乱的吗? 现在人呢? 人去哪儿了? 这灵医生被高益阳追问, 也吓得瑟瑟发抖。 老板,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给他注射过药物, 你当时也看着呢, 可是他, 他怎么会还有精力逃跑呢? 想不通, 我想不通啊。 你个废物, 你就是个废物! 这高益阳现在恨不能啊, 用双手把这个无能的医生给掐死。 你还想不通个屁呀, 这还用说吗? 一定是你的药没什么作用, 要不然, 断浪绝对不会被注射了药物, 还能安然地逃脱的。 我现在就杀了你这个庸医! 这高益阳说着就要拔枪, 射杀掉这个废物医生, 结果被身后的一个保镖给拦住了, 老板, 老板, 你先不要急着杀他, 高老先生在客厅还不知道有什么病呢, 你先让他将功折罪, 先去给高老先生看看吧。 保镖的一番话提醒了震怒中的高益阳, 他想到了在客厅发疯的父亲。 第三百九十八级。 走, 跟我下去! 这高益阳冲着一脸惊恐的灵医生大喝了一声, 揪着他的脖领子就向着客厅走去。 啊, 是, 是断魂伞? 当灵医生看到高盛天的症状的时候, 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 高, 高老先生, 怎么会被用了断魂伞的呀? 他惊呼道, 随即这个灵医生就明白了, 这一定是断浪搞的鬼, 把给他注射剩下的那半瓶断魂伞, 用在了高盛天的身上。 这个小子, 太厉害了。 灵医生此时心里对断浪是真心的佩服, 他现在才真心的接受, 断浪的确比自己高明的事实。 高益阳也是渐渐明白过来真相, 咬牙切齿的, 断浪, 我高益阳和你不共戴天, 从今天开始,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你给我等着。 连夜出逃的断浪, 重新住回到了自己原先住的那个寡妇中年女人开的那个私人家庭式的旅馆之中, 自己被瓮中捉鳖, 然后侥幸地逃脱, 对断浪来说, 就是像做了一场噩梦, 梦醒徒惹痛恨。 这一次自己自投罗网, 可都是那个海州警局叫陈文地把自己给出卖了的缘故。 断浪明白, 如果自己再贸然地去各地警局去查找陈文, 那以后也免不了会出现这次的状况, 不能再轻易地轻举妄动了。 断浪着急, 这接下来怎么才能找到陈文这个人呢? 难道自己就只能等, 等那个陈文自己出现吗? 如果陈文万一不知道自己在找他呢? 或者, 迪娜姐妹俩没有和陈文说光盘这个东西存在呢? 这样, 陈文就绝对不会出现了。 如果他不出现, 自己难道就这样像只老鼠似的躲躲藏藏, 还要接受两家人的追杀吗? 烦躁不安的断浪, 不停地在屋里来回地走动, 忽然他猛地感觉到了一阵眩晕, 坏了, 断浪看着自己胳膊上, 那个高高隆起的包这才响起来, 自己倒是把身上的断魂伞控制住了, 却没有及时地处理, 这个要是时间长了侵入了血脉, 那后果可就糟了。 断浪环视了一下四周, 从自己居住的木床上, 拨下了一根狭小的像牙签似的小木头, 狠狠地扎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一股已经变色了的黑黑的液体, 顺着自己的手腕留下来。 经过了用力的挤压和清洗, 看着自己胳膊处呈现了常态, 断浪这才住了手。 到柜台要了一瓶二锅头, 倒出了一些抹在自己的伤口上, 断浪这才算放了心。 可是断浪胳膊上的断魂伞, 虽然绝大部分已经清除掉, 由于在体内的时间过长, 难免会多少地渗入到身体一点。 尽管不是很多, 但是也足够断浪感到一阵阵的晕眩了, 随之而来的还有幻觉。 断浪心里明白, 但是脑子里却开始出现了一些场景, 自己在妇孺医院经历的一切, 还有刘新尧和彤彤, 后来还有大小姐。 一幕幕的四真四幻的场景, 走马灯似的在断浪的脑海里出现, 不久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一家直接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直到自己实在饿得不行了, 这才无精打采地从自己房间里出来。 这个小家庭旅馆今天静悄悄的, 连个人影都没有, 连老板娘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断浪到现在才知道, 现在自己竟然是这个略显偏僻的小旅馆, 唯一的一个客人。 已经饿得潜心贴后背的断浪, 闷闷地来到了离自己住的地方不远的一家小面馆的门前站定。 小李牛肉面? 这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 断浪看着面馆招牌上的字, 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拉开门他就走了进去。 来客人了。 见到有人进来, 坐在柜台后边的一个男孩, 脆声声的声音响起来。 知道了, 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 接着有人从遮挡着门帘的后边屋子来到了前厅。 是一个穿着一身粗布衣裳的六十多岁的老头, 张着一双刚刚洗过的手, 看到断浪时急忙笑呵呵的打招呼。 小伙子, 你这是要吃面呢? 断浪点了点头, 老头神态安详, 让他觉得很亲切。 大爷,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面呢? 老头一听他这么问, 笑了。 小伙子, 你是外地来的吧? 看来你不知道我这儿的讲究啊。 讲究? 什么讲究啊? 断浪不解的问, 呵呵呵呵, 这方圆石里都知道, 我小里牛肉面就是只有这一种面, 地地道道的家传手艺, 今天你来得早, 这儿没什么人, 如果你要是赶着饭点来啊, 恐怕你都找不到座位嘞。 断浪听了心里暗自的发笑, 这个老头还真是有点吹牛不上睡的意思啊, 你这么好的传家手艺, 又像你说的生意这么好, 怎么会开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早找个地理位置好的地方开店去了, 能窝在这儿吗? 那啥, 那就来碗牛肉面吧, 我要大碗的。 断浪咽着唾沫说, 此时的他呀, 真有些急不可耐的, 想要填饱自己空空如也的肚子。 行嘞, 小伙子, 你暂时等等啊, 我这就给你做面去。 老头招呼断浪坐下, 便兴高采烈地向后边忙活去了。 断浪环顾了一下四周, 确实啊, 这个时间吃晚饭有点早, 整个这小店里除了他自己之外, 只有两位客人, 一个好像是赶路的司机, 看跨在身上的腰包就可以看出来, 是一个拉货的买卖人, 正稀里哗啦地, 大口吃着自己碗里的面食。 另外一个和自己相邻不远, 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 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已经空了的碗, 还有一些剥下来的蒜皮, 看那样子呀, 好像刚刚吃完。 正坐在那里, 半低了头翻看着自己的手机呢。 前方小小的柜台里面, 坐着刚才断浪一进来, 就喊来人了的那个半大男孩, 大概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正在整理柜台里面的东西, 还一边记着账目。 这小店看上去不仅干净, 还安然宁静。 断浪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烦躁, 静静地等候着自己的面端上来。 陈文,陈文, 你帮我把眼镜拿过来。 待在里面的老头忽然对着外面的小伙子大喊了两声。 哎,哎,知道了。 半大男孩爽快地答应了一声, 拿了放在柜台上的眼镜送进去之后, 没耽搁又返回了柜台里, 继续忙自己的事。 断浪的身子整个一颤的, 陈文? 他多弄了一句出来, 向着窗外紧看着断浪, 注意力一下子转到了前台那个小伙子的身上。 不是这名字有什么普遍吗? 到处都有叫陈文的人? 断浪在紧盯着那个男孩看了半天之后, 他有些失落。 这个孩子顶多十六七岁的样子, 不可能是自己要找的人。 哎呀, 看来他真是对着陈文有点草木结冰的味道了。 热腾腾香扑扑的面终于端上来了, 断浪用力地吸了一口, 哎呀, 好香啊! 哈哈哈哈, 你现在闻着香啊, 那你再吃一口试试。 这老头笑咪咪地看着断浪, 仿佛要迫不及待地让他尝到自己的杰作。 断浪点头, 挑起了一大筷子面, 呼呼地就吃进嘴里, 嚼了两下, 顿时这面香混杂着牛肉的香味, 弥漫在自己的嘴里, 鼻子里, 让断浪不禁地胃口大开呀。 好吃啊, 哎呀, 确实好吃啊! 断浪不由自主地夸赞道,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吃吧, 老头子我没骗你吧? 这老头笑得皱纹都开了, 看到客人这么夸奖自己的面, 非常的有成就感。 断浪一边吃一边夸奖, 反正现在这店里也没什么事急着坐的, 老头就在断浪的对面坐了下来, 看到断浪一副狼吞虎咽的模样, 他劝道, 哎, 小伙子, 你慢慢吃, 这饭吃得快了对你胃不好。 断浪点头, 不过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速度, 他太累了, 也太饿了。 老头一边看着断浪吃面, 一边问了些他是哪儿的人呢, 来这儿做什么之类的东西, 断浪当然不能说实话, 只好撒了个谎, 折了过去。 面吃得差不多了, 肚子里也没有那么空了, 断浪这才抬起头, 认真地看着一直对他笑的老头。 大爷, 你是姓李吗? 对呀, 我这是小李牛肉面呢。 我是这儿的老板, 我当然姓李了。 老头笑着说, 断浪皱了皱鼻子, 那, 李大爷, 我怎么听到你喊柜台里那小伙子叫陈文呢? 他不是你孙子? 老头一愣, 随即笑道, 你这个人心还挺细的啊, 我喊陈文你都记住了。 对, 你猜得不错, 这个陈文呢, 是我的外甥, 我大姑娘的小子, 这不放假了, 来这里帮忙的。 哦, 原来这么一回事儿啊, 断浪点了点头, 这时候坐在断浪一旁, 看手机的那个男人, 来到断浪和老头的跟前, 对着老头说, 哎呀, 饭我吃完了, 结下账吧。 老头看着客人招呼结账, 急忙笑呵呵的, 答应着站起来, 向着柜台的方向走去。 那个男人也随后跟着走去, 不过在走了几步之后, 忽然转身, 紧紧地盯了断浪两眼。 喂饱了肚子的断浪, 结完账, 从小店出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黄昏了, 这时候的天空晚霞似火, 整个大地似乎蒙上了一层炫菜。 断浪一边欣赏着四周草长鹰飞的景色, 一边漫步向着自己居住的小宾馆走来。 进到院子, 就听到偏东斜的厨房里, 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 一定是那个老板娘这时候, 正在忙着做晚饭的。 断浪觉得心里有些个样, 自然不愿意和这个, 占了自己便宜的女人碰面, 于是他捏手捏脚地, 穿过前厅, 快速地跑回自己的房间, 紧紧地关上了门。 再次进入到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这焦躁和不安的情绪, 又重新地占据了他的身心。 这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呢? 要怎么办呢? 一遍遍地问自己, 一次次地无计可施。 咚咚咚咚, 几声不轻不重地敲门声, 断浪的眼皮子一跳, 他就听到门口传来老板娘 那拿枪铁垫的声音。 客官, 晚饭准备好了, 你是否和奴家一块儿享用啊? 还有客官不必担心, 用不了几个银子的。 断浪在屋里听了, 顿时肠胃一阵地翻滚, 差点把刚才吃的小里牛肉面 全给吐出来。 那啥? 谢谢老板娘, 我刚才已经吃过了。 断浪咬牙回了一句。 嗯? 吃吗? 哼, 白费我一边好心。 门口传来老板娘心有不甘的叨咕声。 停滞了片刻, 也许是看到了这个客官 实在没有开门见他的意思, 老板娘有些丧气地走开了。 断浪在屋里算是松了口气。 夜色降临了, 本来就郁闷至极, 加上昨晚透支的身体 还没有完全歇息过来, 断浪早早地合一迷糊了过去。